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创作天分相关的事物 所以认定他主掌一个人的才华 人员和财富是首相学家一致同意的 美国曼宁教授认为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比十指长 则可以推知当此人还在母亲体内的时候 羊水中的雄性激素含量较高 而这一点对男性与女性的意义颇为不同 如果你是男性 那意味着你会拥有更好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 你将更善于奔跑 如果你是女性 那说明你拥有一颗男性的大脑 研究表明就大脑的功能而言 男女最大的差别在于视觉空间 平均起来 在视觉空间测试中 男性比女性分数高出四成 食指比无名指长 则遇事好面子 爱情献好胜 有王者风范 领袖型人物 且很有责任感 喜欢照顾弱小 不畏强权 长度标准是以中指为标准 如果无名指能够达到中指第一个指节一半的高度 就算达标 越长 艺术天分越高 其人对于艺术或学术方面有热忱的追求和向往 不过拥有直长无名指的人 也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气或虚荣心 很多极具天分的艺术家 也往往具有古怪的性格 如果无名指过短 则缺乏艺术天分 而且因为艺术涵养较低 但这样的人往往务实 如果拇指强壮 也不失为一个实干家 一 第一指节比较长 如果无名指的第一指节长得较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具有艺术方面的修养和天赋 为人非常的有才华 属于多才多艺的类型 不仅注重外表 审美的追求 也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和提高 若是无名指的第一指节比较短的话 则行为较为懒散 生活比较邋遢 欠缺气质和才艺 二 无名指的第二指节较长 如果是无名指的第二个指节比较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聪明懂事 有着很强的行动力 属于实干派 个人能力比较强 而且做事态度踏实 非常的值得信赖 往往能够做出一番成就 而若是第二指节较短的话 这种人大多比较的轻浮 喜欢玩一些小聪明 缺乏大智慧 想法非常的不切合实际 做事眼高手低 总想着坐享其成 金钱观念淡薄 攒不住钱 三 无名指的第三指节较长 如果无名指的第三指节较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虚荣心非常强 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 非常的善于表现自己 容易赢得一定的声誉和名望 而若是第三节长得较短的话 这种人一般进取心比较差 做人处事方面 喜欢我行我素 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感受 人缘不太好 四 无名指较长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 长得较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有着 很强的社交和沟通能力 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人缘比较的好 而且有着一定的审美能力 优越感比较强 特别地注重自己的名声和荣誉 做事喜欢投机取巧 而若是无名指过长的话 就不好了 这种人往往利益心非常重 做起事来 也是急功近利 野心非常大 为了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五 无名指较短 无名指长得较短的人 大多目光比较的短浅 考虑问题只顾眼前 而且性情非常的偏执 与常人不太一样 做事绝情很辣 也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于亲情和友情 看得都比较淡 为人也特别地俗气 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 也不注重自身的名誉 六 无名指长短粗细标准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长短 粗细与整个手型的搭配协调而标准的话 这种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社交能力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人缘非常的好 而且头脑聪明 眼光独到 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 为人也非常的重情重义 将亲情和友情看得比较重 容易获得周围人的信赖和认可 能够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名誉和声望 挣钱和存钱能力比较强 七 无名指指端比较尖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之间部位 属于尖头形状的话 这种人大多具有很强的艺术素养和天赋 非常在意外界的眼光和看法 特别的喜欢表现自己 对于金钱和名誉的追求欲望比较强 而且沟通能力极强 社交手法高超 人际关系关系比较好 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不过这种人虚荣心过强 有些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 八 无名指的指端呈四方形 无名指的指端呈现出四方形 这种特殊的指端 不仅令人独具标志性 更是内心高傲与经商天赋的象征 拥有这种指端的人 往往心怀非凡抱负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气场 他们的心胸高远 自信满满 对物质生活有着极强的渴求和追求 在处理事物时 他们总是保持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优越感 坚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在人际交往中 他们展现出强大的势力眼和把控能力 善于结交权贵与富商 因为他们知道 与成功者为伍 才能激发自己更大的潜能 他们不仅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更具备着与人打交道的智慧和技巧 拥有四方形指端的人 常常被赋予经商的天赋 和挣钱的本领 他们在商场上游刃有余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果断的决策 往往能够积攒下丰厚的财富 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 9. 无名指的指端成椭圆形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的指端部位 看上去成椭圆形的话 这种人一般审美能力比较强 为人非常的有主见 不喜欢随波逐流 做人处事方面很有原则 有着很强的社交沟通能力 内心也比较的正直和善良 乐于帮助他人 往往能够给自己赢得不错的声誉 而且善于理财 经济能力往往比较强 无名指的文录也有很大学问 无名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无名指第一节 无名指第二节 无名指第三节 1. 病约文 位于无名指第一和第二指节中间处的 二条平行的横文 被称作病约文 有此文录的人健康状况不好 多有气喘病或慢性疾病 会影响婚姻生活 这种文录会随着身体好坏而增减 如果第二指节中间只出现了一条横文 则表示此人容易感染气喘病或性病 2. 烦恼文 假如无名指第三指节 靠近无名指根部位置出现杂乱的像网格一样文录 被称作烦恼文 有此文录的人 个性敏感 容易陷入感情上的困扰 内心常常因为感情上的事而纠结不清 需要人的帮助 3. 谨慎文 位于无名指顶端或第一指节上方的两条竖直平行 直文被称作谨慎文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心智成熟 对自己要求严格 做事踏实而谨慎 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富贵生活 4. 贵人文 位于无名指第一指节文上方的浅细文 或者是一条短而清晰的横文 被称为贵人文 由此文录的人性格温和 很擅长与人交往 人缘很好 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和理解 会通过朋友的助力走向成功 5. 名利文 位于无名指第三指节 靠近无名指根部处出现有车轮文 0. 金颈文 颈或金印文 口 10. 被称作名利文 首相有上述文路的人 很有生意头脑 生财有道 理财有招 很容易凭借自己超强的理财能力 而获得财富和名誉 6. 三约文 无名指指一节节文 或指二节节文 有三条文时 称为三约文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晚运特别好 步入老年时期 事业顺利 婚姻美满 夫妻恩爱 7. 美玉文 美玉文 是一条自无名指根部向上升起的 数值长文 直观指尖 由此文路的人 很有艺术或文学天赋 容易因艺术 学术而成名 在追求过程中 不断提升自我 美名远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你 离开